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后勤部负责任魏文 其只得配合 且不敢揭发 但不久 东窗事发 魏文几已涉嫌独职和贪污罪名 被包启皇关起来 为了救丈夫 魏七四处托人求情 最后找到包启皇 这个包局长 魏七一点都不陌生 按发前 两人已经通奸多次 所以这次找上门来 自然包局长不会为难他 只让他拿二十万美金 配图贵来做丈夫 他只能忍去受辱 按他说的做 送上钱财 并陪他睡觉 甚至送上了自己未成年的女儿 之后魏七本想是就这样过去了 回家可以坐等丈夫释放了 但不知道哪里出了乱子 最后得到丈夫死亡的消息 魏七大怒 使死要报此求 他找到保密局毛仁凤 哭诉悲惨经过 毛仁凤决定帮他一把 不是毛仁凤连免 而是毛与包本来就是对头 到台湾后 包启皇利用办案时机 做掉了一批毛仁凤的人 令毛丸跟娘娘 这次终于可以报仇了 当年的报道他告诉魏七 时 什么时候蒋介石外出 在哪里会有车队 如此这般 可以伸冤 魏七安毛的计谋 以此 在蒋介石外出时 突然跪地拦车 大喊冤情 并递上准备好的诉状 蒋介石看了诉状 当场气得浑身发抖 当场要求严肃查办此案 蒋自己一声清廉 罪痛贪腐 在大陆时因为要打仗自己管不了出不计 现在在台湾还有人顶风作案 而且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在自己手下大搞贪污 顺人欺女 于情于理于法余度都忍无可忍 毛人凤早就坐实了证据 通过此案带出包启黄三十多起同样的案件 无不借职权威逼犯人家属送财送嗣 如若不从 就捏造证据早早送犯人上路 1955年1月18日 包启黄被押到自己亲手新建的监狱刑场 执行枪决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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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